他这个是终极对线天赋 我们千万要小心 坏了 拉开足够远的距离 我想去趁下法力留鞋带 那就继续推吧 推到三级 不要让这个兵性快速进去 我三级学个W 好拉开 这个Q1说实话还是很难拉 但没关系 无效化法 看着没有 这个只要前期发育就行 哎操 我三级学个人 点了个任性 买鞋子去 他点了个韧性 他的技能是 会心 无效化法球 CD和焦左 副系是 复苏之风加韧性 这个前期真的不要想着杀了 他竟然这么带 他肯定打法也会随之 是一个猥琐的打法 那不要再想 再想着去击杀他 等我们六级之后找机会 五六级之后再找找机会 实在没有机会 前期发育也不是不行 他这个玩法团战中 真的没什么用 小规模团战真的没什么用 我说心里话 推再推一种 终于要顶 他就是这种QEQEPP卡 他只要中一个Q就行了 中一个Q就用一个Q 他只要中一个QEQEP卡 现在还没送进去 可能有蓝博 蓝博没来 我们接受 他这个推移反正也躲不了 很难躲 推进去回家买鞋子 他要6了 回家买鞋子 要买弓要买针牙 还可以啊压了十刀 其实他这个玩法 我们前期能压 他就真的很舒服的 他这个后期很弱的 没有后期 他应该不会出 不会出口去 还是出那种 刺客装 这样还稍微有点 我看要不要动一下 他没有时间来这做针 你这个针也可以就在这 他TP上线的 他应该是这种 侵蚀 这是干什么 蓝博也做 没有消化法就可以 就杀 蓝博在后面吗 我这个AQ肯定要打吧 这个我这个AQ肯定要打吧 打成这样我们对线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了 他这种前期都没打出优势 他后期更没得说 什么能用呢 他记得 他记得 完题目老师被抓怎么办 靠近草丛 靠近上路草丛一直推线 要靠近上路草丛 知道吧 这样的话 对面来抓着你 进草丛隐身 然后走一下 对面的关键性进了 一打二并不是没有可能 只要你保持状态的话 真的有可能 我就这么跟你说 如果你是一个四级满血的题目 对吧 对面来抓你 对面来抓你 你靠近草丛 你隐身了 对面是两个满血 但只要 你也是满血 你比方说你有点燃 对吧 你蓝蓝也还OK 你就有机会一打二 真有机会打 因为他们在草丛会乱丢技能的 你比如剑魔 蜘蛛这种 或者虾子这种 他就会一Q一Q打你 是不是 你在草丛 他们又不知道你具体你身在哪 然后 但凡空了一个技能 比如虾子空了一个Q 虾子战争的技很弱 我们就四级找机会 直接一Q一挂点 秒一个 卡的落我 有点怕 说实话 有点怕 他Q说来我死了 睡一下 睡一下买个这买两个装备 这样的话可以多买一个装备 很不错 感觉恶伴每次遇到的敌人都很蠢 有没有可能 是我 太聪明了 就是我把对面 的想法 玩法 全部摸透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可是 峡谷之巅啊 你仍然不是高手 你仍然不是高手啊 下足兵再吹一下 就可以回家买辣水不牙了 约会一下 转损 有愉快 恶伴 有迅速 突然先回家 假裝要蹲他的這個姿態 也得告訴他 讓他別那麼囂張的推進 直接把我們的核心裝做了 核心裝備一做 上去可以找機會瞄他 藍博在下 他在這可能做了一眼 知道我不在那裏面 然後上來去 但是我不虧冰 你看我們推完一組冰再回家 再上線 一個冰不虧 一個冰沒辣 牛逼吧 你磨刀當然不怕 我拉十字牙我怕你磨刀 他找的技術還是很好 果然是有影 欸沒有影 全靠猜測 他這個Q1閃挺帥的 我說實話 可惜我在草叢裡面 我是亂動的 我不是不動的狀態 我是亂動的狀態 全是博弈 兄弟們 其實我說實話 我這樣吃塔 也是不也不是很合理 我有時候在老是 貪貪貪貪貪貪死吧 感覺觀眾還是懂的呀 感覺觀眾還是懂的呀 大部分觀眾還是懂的呀 大部分觀眾還是懂的呀 大部分玩家還是 看我直播 還是越來越懂的 懂這個 會玩這個遊戲的 吸引血吧 這波兵大概能吸三百零 三百零 再來一波滿了 這波兵打完就吸滿了 不吸引血 推吧 如果我強行開 我都會猜不可以 給個蛋 壓他所謂 神條 神條